農夫總路他的訓練方式是 雙手提重物 去做身體協調性的運動 身體協調性的運動 那剛開始運動的時候 我不建議可以拿太重 那因為我們同校教練都是好同事 平常在訓練我們都知道訓練的重量在哪裡 好我請他幫我示範 怎麼把重物拿起來的動作 好來屁股往後做 用腿部出力 好來身體慢慢往下彎 首先幫我抓住重量 好先不要一次拿起來喔 有一點要注意 拿起重物的時候你的背 你的背絕對不是掀起來的那一個點 是大腿整個出力把重物放在大腿 力量放在大腿的身上 然後往上站起來 好來GO 站起來之後再來是身體保持穩定 因為抓住兩邊的重量 如果手臂力量不夠力 你的肩膀有可能會往上抬 千萬氣住 總肩動作不能要 身體站直站挺 身體站穩 好來往前走的時候 往前走的時候 一隻腳一隻腳踩穩的 慢慢的往前進 好來 來 對一隻腳一腳踩穩的 慢慢的往前進 這個動作不是比快 不是比 不是比誰做得快 當贏 對 幫我往後轉 對 保持穩定 對在任何時候 身體都是保持一直線 它不會有任何時候是彎下去 或是左扭右扭的動作 OK 好放下來也要注意 不是直接把它丟下去 輕輕的 來屁股往後做 一樣 雙手放 放 身體站起 來這樣就完成我們龍骨走肉的訓練 吧 左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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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放 左手放